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徒行传》第27章 菲斯都既然定归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玉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 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 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 由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加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 第二天到了西顿,游流宽带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收他们的照应。 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菊比露被封案行去。 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家的美拉。 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一点多日,船行得慢,紧紧来到格尼土的对面。 因为被封拦阻,就贴着格尼底被封案,从萨摩尼对面行过。 我们沿岸行走,紧紧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澳,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 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近时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 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变,船上的人就多半说。 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菲尼基过冬。 菲尼基是格尼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 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毛贴近格尼底行去。 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鲁。 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 贴着一个小岛的被风案分行。 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 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拦锁捆绑船底。 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割了钱,就落下棚来任船飘去。 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起。 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壁。 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 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 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传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雅底亚海飘来飘去。 约到半夜,随手以为渐进汉地,就探深浅,探得有十二丈。 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矛,盼望天亮。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矛的样子。 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 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 天见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 你们玄妄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注谢了神,拨开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 我们在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六个人。 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了叫船轻一点。 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 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 于是砍断蓝锁,气毛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棚,顺着风向岸行去。 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 船头胶筑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 冰冰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附水脱逃的。 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 就吩咐会附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 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 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美利大。 土人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 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 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 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 这人必是个凶手。 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里还不容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 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 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 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士岛长布百流的。 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 当时,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立即躺着。 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 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 他们又多方地尊敬我们。 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 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 这船以丢丝双子为计,是在那海岛过了东的。 到了叙拉谷,我们停泊三日。 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 过了一天,起了南风。 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 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 这样,我们来到罗马。 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 到雅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 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 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 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 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 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 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戒在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 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 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萨。 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 我愿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 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 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 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 因为这叫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狱处来。 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 尹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 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 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 为散已先,保罗说了一句话。 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游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放胆传讲,神国得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合作人,并没有人禁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